一中天 中华史 作者 一中天 剥奖 夏秋年 第七卷 秦并天下 第一章 史皇革命 一号文件 革命是在灭齐以后 齐是最后被灭的亡国 此前 韩 赵 魏 楚 燕 都已经变成了秦的郡县 齐国并入秦的版图后 中国就不再是多个国家 而是一个国家 这可是从来就不曾有过的事 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在这样一个时候颁发的命令 便堪称一号文件了 一号文件的内容 是嬴政的名号 名号确实是重要的 名不正则言不顺 嬴政要求更改自己的名号 也有道理 因为他的成功 确实上古以来未常有 五帝所不及 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仍然叫王 则何以称成功传后事 于是朝野上下 一致同意更名 但怎么改 却有不同意见 群臣和博士们的建议是叫太皇 这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因为此前人主的最高称号 一是王 二是帝 三是后 本字为后 不是繁体字前后之后的简写 下代称后 商代称帝 周代称王 现在 夏商周都已是明日黄花 后也好 帝也好 王也好 岂能再用 那么 有更高级的称号吗 有 黄就是 三皇之后是五帝 五帝之后是三王 三王之后是五霸 五霸低于三王 三王低于五帝 五帝低于三皇 由此可见 皇最高级 三皇中 太皇又最尊贵 以此为号 嬴政应该满意 可惜 嬴政并不满意 不满意的原因 很可能是他对一切旧东西都嗤之以鼻 在嬴政看来 他的事业是开天辟地 前无古人的 制定名号 岂能一点想象力和创造性都没有 必须发明创造 还得嬴政自己来 结果是叫皇帝 这是一个复合词 其中皇是形容词 是定语 帝是名词 是主语 所以皇帝也可以简称为帝 皇帝之国叫帝国 皇帝制度叫帝制 原因就在这里 但帝不是商代的称号吗 怎么还可以用 因为帝的本意是帝造者 这当然很对嬴政的心思和胃口 何况在商代 帝既指人主 又指天神 天神是上帝 人主是下帝 人神共用的称号 嬴政当然喜欢 于是他一笔圈中了帝字 其实殷商的元首 是称帝也称王的 比如被周武王灭了的那位 就既叫帝心 又叫昼王 周天子则只称王 不称帝 帝者天号 王者人称 周人敬天 岂敢见月 嬴政却不管那一套 因为他实在不能再称王 王并非至尊之号 起先大一点的酋长都可以称王 视为部落王 后来大一点的国君也可以称王 视为诸侯王 就算曾经独自称王的周天子 也无法跟现在的嬴政相比 周王是贡主 嬴政是独主 一样吗 也只能称帝 但不能称下帝 得叫皇帝 皇的本意是灿烂辉煌 皇帝即皇皇大帝 当然比下帝好 实际上皇帝一词 古已有之 炎黄二帝中的皇帝 本来就叫皇帝 即伟大的帝造者 后来皇帝多了 只好把他的名称改成皇帝 意思是天下之中体现了 皇土之德的伟大帝造者 或中央大帝 皇帝成了中央大帝后 其余那些伟大帝造者 便被安排到东西南北四方 分别为赤帝 火 青帝 木 黑帝 水 白帝 金 与皇帝合为五帝 问题是 物以稀为贵 伟大帝造者多到五个 便未免掉价 为了再设一个等级 只好把皇这个形容词 当名词用 三皇五帝的说法 就这样被发明出来 没有证据表明 嬴政对这段历史有过研究 也许当时的他 只不过自认为功高五帝 又不好意思比喻三皇 这才发明出 介于二者之间的皇帝来 皇帝 即皇和帝 是皇也是帝 不过这样一来 皇也就永远地 由形容词变成了名词 甚至皇帝的代名词 他的使用比帝还频繁 比如皇家 皇族 皇室 皇宫 皇朝 皇位 皇袍 皇权 这大约是嬴政没想到的 嬴政当然也想不到 他这个始皇帝 只传到第二代 他的帝国就一命呜呼 同样意味深长的是 秦虽二世而亡 皇帝这个名词 却延续了下来 没有一个人主张更改 如此看来 嬴政的一号文件 岂非意义重大 当然 表面上看 嬴政由秦王改称皇帝 不过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 他需要有一个 足以称成功传后世的称号 就像古罗马的胜利者 需要一座凯旋门 但如果事情就这么简单 则后世的开国之君 岂非也可以建样学样 把皇帝换成别的什么头衔 为什么没人改呢 因为没有必要 那么 嬴政的变更名号 就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 事实上 当秦王嬴政将 韩 赵 魏 楚 燕 齐 都收入囊中时 天下和秦便都变了 此前是邦国邻历 现在是独此一家 那么 秦在之一的时候叫王国 唯一的时候 难道还叫王国 显然不能 那叫什么 帝国 这当然是大变革 性质变了 称号也得变 伯国的元首是伯 侯国的元首是侯 公国的元首是公 王国的元首是王 帝国的元首呢 当然得叫皇帝 因此元首叫不叫皇帝 就看你要不要帝国 后来的汉 晋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都坚持帝国制度 所以他们的元首都叫皇帝 谁都不会更改 皇帝与帝国 聚为一体 但这样一个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事 在始皇称帝之初 甚至之后 却备受争议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